来 36.5首 进到人文职业中心 量测体温做好防疫 卫生署前书长 有着是大家口中的 抗杀英雄叶金川 来到大爱网路电台 分享防疫心得 2003年台湾SARS疫情延烧 4月和平医院封院正经全台 叶金川自愿进到和平医院助手 正在防疫最前线 那个是18年前 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那么现在病床有准备 那么医护人员也都足够 比当初要多大概一倍以上 然后防疫人员 我们那时候一个防疫医师 都没有现在有25个 台湾没有疫情 我很肯定是这样 没有留社区感染的疫情 走过防疫不完善的年代 叶金川对于台湾 现在的防疫措施 相当有信心 局管局派人到日本 去调查说他们去过哪些地方 然后就把它列表 其实是非常严谨 甚至严谨到我自己 强度很强 而现在防疫面临最大的问题 就是买不到口罩 叶金川呼吁 节流相当重要 那里面的部分 是你自己的嘛 你自己的病毒 你自己的口水 那个其实对你没有什么伤害 如果你不是常常要带 你只是刚好上公共汽车 你就带了 那个把它保管好 其实可以用 多用几天是没有问题的 丰富经验 透过电台来分享 希望民众保持信心 也学习相关知识 共同度过这场防疫大作战 大家新闻随于产丁印中台北报道